當然第一個input box 第二個的話就是每個月 2月到12月的第一 第一天,那我用丟公式 不過它裡面的公式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它裡面A,有沒有 所以這個A 所以其實主要程式裡面就是要解決什麼 解決那個 會變動的那個部分 也就是我如果今天是第一個儲存,我就放A 那如果第二個儲存,我就放B 以此類推 那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乾脆用什麼,用剛剛講到的那個方法 就是用什麼,用這個me的這個函數 然後呢,我就去根據J 的位置去抓這個字到這邊來 OK,這別注意喔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實際上就是抓上面這個哪一個字方 所以如果抓A2 你會看到A跟2就串接 就變成這個地方它就顯示A2 放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再來B2,C2,一直在到L2 OK,大概這個樣的邏輯 那後面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後面的部分也是一樣 如果說我今天要產生什麼 每個月的 下面日期 特別這個地方 不要麻煩 如果我今天要產生什麼 每個月 這個上面部分OK OK了,再來的話就是A3 一直到底下部分 那其實做法也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想 如果我要每個月的其他日期的話 那我因為我要放的範圍是從什麼 A3一直到 32吧 A3到A32 然後再來B3一樣到32 所以一直到L到32 所以我的範圍 A3的追覽 那他就會逐一的幫我把資料放進來 那放什麼資料呢? 當然 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前面講 丟公式比較簡單 當然如果你不丟公式的話 你變成你要先在那個 VBA裡面處理完再丟 那相對的難度又更高喔 OK,所以我們如果用丟公式 相對 還比較簡單一些些 但是呢 我要丟什麼公式呢 其實一樣啦 你就是雙引號 裡面你就先抓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要放進去的話 一樣把它複製一下 取消 那我前面講過 先貼到哪裡呢? 先貼到 記事本裡面 因為有雙引號 或者你手動 你不多的話 你自己手動改一下 一個變兩個 先全部取代 OK 然後呢 把這個 公式呢 再把它貼到那個Sales IJ裡面 然後呢 第二步就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列號 比如這邊有三個 2 把它改成I 那改的方法跟前面一樣 你就把雙引號兩個移到中間 M的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後面 後面這個2的話 其實比較快的做法是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 雙引號到雙引號把它複製貼過來 貼到 這個2跟這個2裡面 然後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第一階 不過呢 因為還有J 所以我必須怎麼樣 把這個A有沒有 要把它改成B 我們先做到這邊 其實這邊的話 實際上把它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RUN OK 你會發現 把它丟過去 那它有一個 可能會遇到的狀況就是 你會發現它跑得非常慢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一個一個的丟公式之後 然後呢 它再去幫你執行 但是你會發現丟出去之後 會發生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哎 這個地方 出現 日期不對 那為什麼不對啊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呢 應該公式 應該是什麼 哎 應該是A A2吧 可是這邊出現3 明顯 多1了 OK 那為什麼會多 多1啦 主要是因為我們是從這個列 I的話 是3 可是實際上它這邊 這邊只要的是2啦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把什麼I 減1不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把它減1 這邊也把它減1 減1啦 I減1就可以了 然後減1之後的話 當然第一個就完成什麼 完成那個 列的部分 把它執行 那理論上應該這樣 它就全部 不過相對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跑得會比較慢一點點 但至少啦 秉立人工作業一定還是快 好第一個你會發現 1月 份沒有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 2月份跟後面的 也都是 1月份 為什麼 因為這邊沒有改 有沒有 所以接下來呢 你只要改成 啊 改 有沒有把這個地方 把它放一個 吹 邏輯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 其實我們可以 如果你剛剛那個OK的話 其實你可以稍微如法炮製一下 甚至有些地方可以把它拿來 套用就可以了 只是說這個難度 有點 稍微 困難一些 就是很容易做錯 所以 把這個放過來 上面加一個這個 那因為我們 這個 ABC 不像剛剛是從 從第二個開始 我們從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 A可以拿掉 A到L 這個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A的地方 放一個AND 把這一串 空白加AND 然後把這個 放到這個A的位置 其實就大功告成 大家特別注意 這個要非常小心 一 請你把這個A拿掉 那這個時候就沒有 藍的名稱 第二步的話請你移動到 雙引號的外面 然後把上面這一串 有沒有從 空白AND到 哪裡呢 到這邊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意思就是說我要 抓第幾個字 然後放到哪裡 放到這邊 有沒有 雙引號右邊 不能放裡面 放右邊 然後把它貼上 這樣OK了 對不對 不要貼錯 那一樣的道理 然後在後面還有 另外兩個A 把這個拿掉 然後把剛剛那個貼上 OK 然後這個A也拿掉 然後再把它貼上 這樣就大功告成 只要 只要沒做錯 應該 就可以順利完成 只要 前提是 只要沒有做錯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OK的話 應該再把它執行一下 其他的那個 天 也會都出現 有沒有 有沒有這邊變B了 2月1號 2號 底下OK了 3月沒問題 4月一直到12月 也都沒有問題 OK 其實說真的 層次並不多啦 但是呢 要一次就做正確的話 恐怕 要非常的小心 有沒有 你會發現 縫迴圈 兩個 for I for J 第三列到第32列 這個地方記得要 減 1 有沒有 I要減 然後 J的部分就是要用 切割上面的字 來完成 就OK了 所以以後如果說 假設你 不想要重新再想說 你那個VBA怎麼寫 用丟公式 其實也OK 最後的話呢 我就怎麼樣 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年曆部分的話就是 輸入第1天 然後每個月的第1天 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 剛剛其他天 最後的話就是把剛剛設定格式化加過來 最後我是有加上一個什麼呢 自動調整欄寬 叫Colens.autofits 這個就是欄寬可能他會 又有一些新的 新的變化 所以我就讓他自動調整一下 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我們來demo一下 最後結果 再demo一下 所以這邊先清楚 按下他 然後input box 輸入2022好了 OK 按確定 然後他就每個月的第1天 以下的天 然後再把它格式化 OK 就完成了 然後 最後的話呢 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就輸入 所以你會發現 你需要哪一年的年 這個年曆的話 他可以馬上就幫你顯示 那只是說最後 當然我之前上課只有講到這裡 其實同學就已經 很辛苦了 所以我知道大家 但不講又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如果你 希望以後一件完成 很多事情的話 其實就可以參考我剛剛講的這部分 OK 其實就是call call call 前面就加 所以你可以以後程式 可以分段寫 寫完之後呢 再把它集結起來 好 那 做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希望底下加形勢力的話 那怎麼做 插入空白裂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插入空白裂 當然你如果用手動來做的話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你有手動 當然你們可以 掩飾一下 比如你插入列的時候 如果你從上面 插入列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問題 本來的位置 怎麼樣 它會往下移動 也就本來的第 3列變第4列 所以如果你在插入一列的時候 假設我們寫個回圈 比如說我今天 一個一個的插入列 那如果你 寫回圈是循序的吧 那如果說你變 那個數字不對 它插入列的位置 就跑掉了 所以我這個程式 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插入列的話 我會從 下面往上插入列 那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從 下面往上插入列的話 它不會影響到你未來 要放的位置 OK 所以這個技巧 其實還 蠻重要的 因為我以前也是 從上面往下 發現 太難寫了 因為它位置變動 我一直要去 去知道說 它位置在哪裡 那後來發現 倒過來寫就沒有問題 因為完全不用管 一直往上插入列就可以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寫完的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了 每個月的第一天 每個月的其他天 最後把它 變成年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來吧 乾杯 請